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各位上星或太陽星座相遇的朋友們 恭喜大家來到株年最後一個農曆月份 即是農曆十二月 你們的運勢會怎樣呢? 即是一直到大年初一的運勢 其實非常之不錯 我現在開始會用一個比較特別的方法 就看看我現在會轉換 就有這個新月圖 今次的新月很特別 因為剛好是藏剩一個日蝕 Solar Eclipse New Moon 好 現在回去才有 因為我以前去 大家都知道我星運是塔羅再加星盤 是不是? 好 然後塔羅在我面前有牌 我剛好就抽完了 然後又要看回星盤 然後我要去錄音給大家聽 其實我就要在 即是我要拿多張紙出來 就在那裏抄貓子 就在那裏抄回 究竟我的星星是怎樣 要跟每一個星座去說回星象是怎樣 其實要做多重功夫 但現在開始 我可以一路看著螢幕 然後又一路看著我的牌 然後對著這個電話 就在那裏拍這個影片 然後同時 大家都可以看看這個星盤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一舉兩得 一石二鳥 所以是一個很方便的做法 好了 相遇其實真的不錯 首先看回這個現代主星 現代主星海王星 就回復順行 也是入廟自身攻的 所以 是一個 就是終於那個力量回來了 這個力量 是的 還有呢 今次隨著這個 Solar Eclipse New Moon Solar Eclipse 它就在16度 都近近的17度 是的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一個 叫做Critical Degree 即是說它這個力量 是會非常之強的 尤其是我也說 你們剛好回復順行 所以其實 你們整個那個Energy 那個Level 那個Spirits 是會很強勁的 這個狀態 很舒適 在每一個雙魚座 即是每一個雙魚座來說 好了 隨著這個 新月 在摩蠍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是的 對你們唯一一個小小的影響 就是 一定會見很多朋友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一個廢話來的 因為 又聖誕 又新年 再之後都農曆新年 那怎麼會不見朋友呢 對不對 OK 但這件事就寫在那個chart那裏 為什麼 OK 因為呢 日月合目都在摩蠍座 即是山羊座 那木星呢 為什麼我要提木星呢 因為木星是你們的古典著星 所以日月合目是這個座 然後呢 所以 對於你們來說 是會跟一大班人 會有很多相處 而且那個能量是非常之美的 OK 那也是加強了你們那個 能量提升的元素 因為 大家都會令到你覺得 很輕鬆自在 很溫馨 很溫馨 很甜 很像家庭一樣 很開心 對了 只不過呢 可能會有少少 少少不開心的事情 那是什麼呢 OK 就要看這個日月合目 其實呢 是 有一個三分 但是呢 它是三分 不是說 金牛座 逆行兼 極幼之勢 的天王星 OK 對了 但畢竟它是三分 不是說 一個很 很有壓力的上位 其實在說什麼呢 然後 因為 金牛座 在你們的三公 OK 就是說 其實 在你們去見朋友的時候 在溝通之上 可能會有少少一些 不愉快的狀況發生 尤其是關什麼事呢 尤其是 就是關 講八卦 講閒話 講是非事 OK 因為天王星 其實是掌管你們的十二公 就是水平座 OK 即是呢 跟朋友見面 那你覺得 哎呀聖誕新年 是不是應該講開心話 但是總會有些朋友 就喜歡在那裡 講是非啊 講 搬弄黑白啊 那令到你會覺得 整件事很 在那裡放負啊 有很多負能量啊 你想去開心的 你不是想去聽這些 八婆的 對 那 對 從牌我是看到這件事 然後我去看一些星 咦 這件事是中的 OK 但是不要緊 只不過是 這裏Gathering 一個 小小的一個 就是怎樣說 一個小小的 閉處 一個小小的缺陷 對 一個小缺陷 但其實 一般是開心的 OK 還有 如果 塔羅牌給的建議 就是 如果你聽得不開心 你便不要聽 那你便說 哎呀我去廁所 或者我先失陪一會兒 OK 所以 其實 高興的 即管見到一大班朋友 只不過你要遇到 有時候會有一些小小的 一些 Gossip 就會發生 那 不想聽的話 那你便早走 再次 恭祝大家 聖誕快樂 和新年進步 OK